这部俄罗斯电影实在太敢拍了 它绝对是今年的限制级神作 里面不仅都是金发美女 而且还揭露了底层妇女工作的心酸 让人大开眼界 这个女孩白天是学霸级的天才少女 晚上却化身身姿曼妙的钢管女郎 夜场昏暗的灯光 化好性感的服装 踩着高跟鞋 莱卡走入了私人包房 开始了一段性感热辣的钢管舞 领取了客人打赏的费用后 莱卡终于结束了这没完恶心的工作 就在此时 俱乐部的大姐突然冲了出来 莱卡被揍得鼻青脸肿 只因为莱卡抢了她的生意 一气之下便大打出手 很快两人在同事的阻拦下结束了战斗 而莱卡似乎对这糟糕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莱卡的家庭状况很糟糕 母亲在她小时候便患上抑郁症 因为母亲高额的医药费 莱卡只能放下尊严 靠这身诱人的皮囊换取费用来维持生活 莱卡的专业是社会学 所以她必须拜访陌生的家庭 并填写调查问卷 才可以顺利毕业 今天这家是条件不错的一户 曾经经历过辉煌的苏联时期 对现在的国家没有任何归属感 只想着移民到瑞士 晚餐期间只顾着喝酒 对调查问题漠不关心 莱卡随即草草了事 喝醉的莱卡并没有回家 凭着意识跑到男友家 或许她的内心也想逃离这无聊的生活 但面对生活的无奈 莱卡只能苟延残喘着继续生活 这天深夜 莱卡锁上房门 再一次进入了内心那片自由幽静的森林 隔天莱卡继续完成调查报告 这家老人面对提问总是卑微的附和 对于国家的不满 老人也是小心翼翼的回答 结束了无趣的调查 疲惫的莱卡回到家一时深夜 突然父亲上门纠缠母亲 最终开始常规的大吵大闹 面对家庭的一地鸡毛 难过的莱卡想要绳子自杀 然而护女心切的母亲却救下莱卡 并失手刺伤了父亲 莱卡陪父亲去了医院 尽管没什么大碍 可医生却执意要报警并威胁莱卡 但如果报警父亲就会被抓起来 只有给钱私聊解决 这让本就穷困潦倒的莱卡彻底走投无路 女孩像往常一样换好性胆的衣服 开始夜场表演 由于长相甜美深受欢迎 年轻的莱卡拼命接单 只因她需要赚更多的钱来拯救父亲 深知莱卡的生活不易 夜场姐妹伸出援手 她们帮忙凑了不少辛苦钱 这让莱卡冰冷的心有了一丝未解 这天夜里母亲轻轻地叫醒莱卡 给她过生日 莱卡久违地露出了笑容 自己也不记得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 第二天男友母亲和莱卡坐在一起吃饭 莱卡开玩笑地说你娶我 而男友却敷衍了过去 这让莱卡本就破碎的心又寒了几分 闺蜜谭雅这天给莱卡介绍了一个大生意 陪几个老板喝酒 莱卡怕出危险拒绝了谭雅 但想到得解决钱的事 最后还是跟着谭雅上了车 没想到这群畜生完全没有怜香西域之心 在红酒里加了大量围静体 很快一同前来的谭雅就不省人事 在他们看来 这些舞女只是有钱人的玩具 谭雅昏迷不醒 那只能莱卡上阵 眼看尸身匪人 莱卡提出了一个奇葩的要求 我想唱歌 这招果然有效 莱卡纯净质朴的歌声让老板们瞬间没了兴致 随即放过二人 莱卡拖着昏迷不醒的谭雅离开了酒店 幸亏男友把谭雅扛回了家 丢进浴缸 她拼命的用冷水试图唤醒谭雅 还好谭雅没有生命危险 疲惫的莱卡突然想起母亲独自在家 生怕出意外 便狂奔回家 看到母亲没事 她便安然的趴在母亲身边 进入了梦乡 接受社会调查的人越来越颓废 即使提问也无暇回答莱卡 看来他们已经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 年轻的女大学生为了生计 晚上只能兼职钢管女郎 好在夜场事业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多的老男人点名莱卡夜场跳舞 放纵的发泄虽然给不了莱卡明确的未来 但莱卡可以感觉到生活还在 没过几天 莱卡再次听到噩耗 好友谭雅英希过量去世 看着悲伤的家人 莱卡想到了自己 如果继续沉沦在夜场 或许未来和谭雅一样气惨 于是她决定彻底摆脱这种生活 莱卡再次来到夜场 这一次她问得很直接 你想要我吗 老男人做出肯定的回答 这次莱卡没有收钱 完事后莱卡大步地走向男友家 直接问道 你想和我上床吗 温存过后莱卡沉默地离开 抽完最后一支烟 莱卡推了推熟睡一天的母亲 母亲却没有任何反应 她继续大声呼喊着 母亲依然没有回忆 然而就在崩溃的莱卡 以为母亲已经去世的时候 母亲却缓缓睁开了双眼 她望着女儿 说起和莱卡小时的点点滴滴 安静的客厅里 被母亲百般折磨的父亲 在沙发上蜷缩地睡着了 莱卡躺在父亲身边 开始第一次理解对方 或许父亲没有错 只是糟糕的社会环境 让父亲这一辈的生活 总是在动荡中度过 他们没有可以期待的未来 莱卡走出家门 虽然周围还是那么死寂 但她的背后 却似乎真的长出了一对翅膀 影片到此结束 关注橙子影视 我们下期再会